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张艺兴 马上《求婚大作战》的发布会就要开始了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角色好吗 我在《求婚大作战》中饰演的是颜小赖 这样一个角色 这么简单 那《求婚大作战》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《求婚大作战》讲的是一个为了自己以前一些后悔的事情 去做一些弥补 为了以前无法对自己心爱的女孩告白的事情去做努力 但是中间特别各种各样的故事 这个结果还蛮好的 那既然是做弥补 那也就是说有一个时光穿越的蛇灵地摆 是一个后悔药 这是可以说的吗 是可以说的 那是时光穿越的 那假如说有一个时光机摆在你面前的话 你会有那种特别想回到的时光 刚刚杜琳在隔壁说她特别想回到小时候还没有作业的那个年代 我就比较想回到我妈妈肚子里 但是老妈不让我回去所以大小就念她 好 那这个剧既然是一个青春恋爱题材的剧 我们想问几个关于你有相比较撩妹的问题可以吗 比如说假设你要跟女孩子一起去约会的话 你要怎么样来设计一天的行程呢 就看她了 看她喜欢女朋友 然后带她去逛逛了 你说我现在这个身份还是就是一般人的身份 嗯 不是 我就去问你 你的问题是对于我现在还是对的 对 对 我自己的话估计也就没地方可以去吧 你也去哪 你也被拍到女朋友 假如说就是有一个没有被人拍的机会呢 没有被人拍的话就带她游上完水了 跟着走 嗯 嗯 那下一个问题 如果说女生的高跟鞋断了 你会怎么办 在约会有问题 对 她干嘛穿高跟鞋 对吧 在你的设定里面是两个人穿着平底鞋 然后非常自由的 约会逛街嘛 干嘛穿高跟鞋 有道理啊 对 所以有机会跟张一星 约会的女孩子们千万不要穿高跟鞋 那下一个问题是 如果说要跟喜欢的女孩表白的话 你会怎么说 我喜欢你 很简单的 担当之路 要看情况吧 你 这 别人对你没一点意思 你跟她说喜欢你的话 那也是个问题 嗯 别人会有负担 那你了解一下 嗯 水到渠成的 什么两个人都乐意的情况下 下一个呢 这是你理想中 你理想中的求婚的场景 是什么样的 你要说嘛 嗯 告诉你以后 我要真的要求婚的话 就没有惊喜了 哦 好有道理的样子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 关于这个剧里面的角色的问题 现在你是严小赖了 嗯 那你的感情观是什么样的呢 呃 严小赖 严小赖的感情观就是 她没有管感情观 她有管感情观 她就是 我要努力去改变 做完了 因为她已经后悔了 引到最后关头 对 通过无数次穿越 然后去改变 嗯 一个 她在女孩的 心中的分量跟 位置 嗯 嗯 嗯 那她是属于那种 主动出击型的 她不是不是不是 墨迹墨迹墨迹 很墨迹的那种 对 你是很嫌弃她这个 很墨迹的样子 我有时候也是想到 我天哪 你就说句话 你能 你能怎样 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 那种她不说的句话 然后就 其实误会误会 误会 误会 然后因为她不说这句话 嗯 要做很多 很多 根本就不必要在这个时间 做的事 嗯 所以 挺不客气的 哦 所以一句话总结就是一句话的事 对 哇 你总结的真好 啊 谢谢谢谢 那一星你会是什么样的男朋友 好 好男朋友 嗯 那这个句马上就要播出了 刚刚杜琳说 在上海拍戏 后来去广州的时候 觉得特别冷 你感觉怎么样 冬天一般都比较冷 嗯 你是那种抗冻的人吗 不是 那你会穿旧裤吗 不穿 你拍戏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印象很深刻的场景啊 或者是一场戏 这样吧 刚刚大家在隔壁说 你经常在那个片场给大家唱歌跳舞什么的 呃 跳舞就是 随着音乐吧 运动一下唱歌 倒是唱的挺 挺勤的 挺勤的 你要经常唱什么歌 你还有没有想到 各种各样的歌 就是 所有流行的不流行的 老的 新的 我自己的 还是别人的 唱的 嗯 系里面有大家 就你跟大家一起唱歌的场景吗 好像有 嗯 好像有 嗯 那这个剧马上就要播出了 你想要对粉丝们说些什么 呃 希望大家多多 呃 关注 呃 关注 呃 呃 腾讯视频 是吧 是在腾讯视频 嗯 对 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 大家都用心做了的作品 谢谢大家 接一见 直播就这么结束了 哦 你还想再聊吗 哦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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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我我我我要要不要些 哎 刚粉丝朋友说一句话 嗯 这现在是在直播的吗 是在直播 嗯 谢谢大家 拜拜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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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